荒野漫草中尋找關鍵鐵桶 警方壓著陽性險犯主義 確認證據的下落 這起震驚社會的雙筒失案 就發生在二零一五年夏天 八年的時間過去 法院審理仍是現在進行事 案件審理至今 陽性被告已經71歲 當年60多歲涉案 將朋友的遺體裝進鐵桶後 棄屍中橫公路 回顧這起案件 被告16天內殺害兩人棄屍 年底遭到起訴 後續的一審二審更一審 全都判處被告兩個死刑 不過最高法院撤銷死刑 接下來將進行的更二審審理判決 被告有機會逃過死刑 本來這案子就在 生跟死之間的徘徊 那如果法官選擇判他無期徒刑 那因為妥訴審判法 一定要把它改為有期徒刑 如果法官堅持是判死刑 因為妥訴審判法規定 一定要把它剪為無期徒刑 這就是妥訴審判法 對於被告的保障 對於被害人的不公平 雙統事案历次審判 被告均否認犯刑 審理時間章超越訴審法 規定的八年減刑門檻 距離倒數只剩四個月 被告是否因此逃過一審 就等更二審 結果出爐 3075領尾之章運動 台中採訪不到 VVVV全民行行 Fenway RON盧所約 八段的大概 垂